正确答案是 C可以看保险公司的付款计划 其实保险公司都会有不同的付款方式和付款计划 那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相应的付款方式 如果说您不想一次性付款 那很多公司都会有提供分期付款的方式 但是呢分期付款一般都会存在一些相应的手续费 所以你选择多次分期付款 就会比少次多期付款要付更多的钱 那依货者呢您也可以选择自动扣款 但是自动扣款呢 就是说保险公司每一个月会从您的银行账户自动划账 当然有些公司也会提供信用卡自动划款的方式 相比来下呢 那会比您收到账单之后再去分次付款的方式 会要少一些手续费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自动扣款就意味着您如果说续保的话 它也是会自动帮您续保的 因为您选择的是自动扣款 所以它的保费会一直扣下去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说您有想要有打算要更换保险公司 那您一定要提前跟您的保险经纪去做通知 让他们来帮您做取消 不然的话在续保的时候又被扣款了 那您还需要回到之前的保险经纪 去跟他们追讨这一部分的退款 那其实也给您添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所以在购买汽车保险之前 或者房屋保险 一定要和您的保险经纪沟通好了解 到底有哪一些额外的费用可能会产生 那这样的话以免之后不必要的一些损失和麻烦 那我们再发现了后面的護汽车期间 我们要不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呢 我们下期再见